哈喽大家好 欢迎带来到我们鼎盛之夜的房产频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雅各布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布里斯班这个学区啊 我问了雅各布这样有问题 我说布里斯班学区房里头 有没有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选择 然后刚才我们俩沟通了一下 发现好像涉及到了 还涉及到很多基本概念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解答大家问题之前呢 我先跟朱老师 朱老师 朱同学 先跟朱老师了解一下几个基本概念 首先在澳洲这个社会而言 什么叫学区房 什么叫学区房 就还是 其实澳洲也没有学区房这个概念 只是说公立 我们通常来说理解我的就是公立学校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学区房学区房嘛 就是我住在这边就一定能上哪个学 对不对 那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性质的一个学校了 就是你住在那区 不管你的家庭情况怎么样 财务情况怎么样 你是一定要让就是学校是有义务 一定要收你这个孩子 像私立学校的话呢 他就可以选择通过面试啊 或怎么样去把一些学生也淘汰掉 那就是因为我知道朱老师你老婆是在私立学校做老师啊 那我觉得可能你们就是看到的这个学校好还是不好 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观点 那作为我如果说我要帮比如说家里面谁的小孩让他去选学校 我可能会去帮他查一查这个学校的排名啊 然后包括国内家长他在了解一个学校的时候 首先接触到中介给的信息也是跟他说你看这个学校 几几年他的排名是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他的评分总评分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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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能接触到的一些信息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落实到实际过程当中这个信息他的一个效用并非那么高 就是这个你怎么看 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我认为小学的话在悉尼范尔本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 从小学的排名来看呢基本上就是哪个小学华人多 就我说公立学校就哪个小学华人多 那那个小学排名就靠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最基础教育这块吧 就是华人家庭或者亚裔家庭他可能抓的比较紧 因为真的上升到初中或者高中的话呢 你可能家长的作用就不是很大了 但小学的话就是华人家庭就盯的比较紧吧 所以成绩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到了中学就完全就是两种情况了 到中学就两种情况了 通常小学我不太去区分一二三档 基本上小学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但凡能够报了上一点名字的基本上去读的差距都不会特别大 到了高中的话呢 分数这种东西我当然也会去看啦 什么有些朋友会说 什么98分啊99分学校或者100分的学校啊 这是一个衡量标准啦 还有一种衡量标准呢 就是有一个叫ICESA吧 应该是教育部这边澳洲教育部有个网站叫My School 就是它会对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 那其中一个参数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ICSEA 之后我把我把全称把它打打上字幕给大家 打上字幕有可能我们讲讲错 以我的理解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阶层指数类似是这样 应该是主要指的学生他得来自的一个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对就要看家庭背景 就你可以知道说你的同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就整个整个整个学生的一个氛围怎么样 和学校的设施老师啊教育教育课程啊什么都没有关系 对这样一个参数也是一个很很重要的标准 对第三个其实就是成绩就成绩 像现在的话他用用那个ATA系统吧 就是以前的话他是用OP系统 就看就是说OP分数高的那一段 他的占比是多少 通常来说比较好的公立中学的话 通常来说我看一下就是前百分之OP一到五吧 前百分之相当于前百分之八 就整个中学生里面排名前百分之八的占比 在这个学校有多少 通常公立公立中学的话比较好的话 能够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就算是不错的公立高中的 那大概这个公立学校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啊 或者怎么样才能说达到这个水准 公立的话 我觉得前十前二十应该都不算 可能是前五吧 我觉得前五的公立高中能够就在公立高中里面排前五啊 不是说公立和私立学校全部混在一起是排前五 他说在公立高中里排前五能够差不多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像一个水平呢和和最顶尖的私立学校呢还是有差距 但是呢基本上和中对和第二梯队基本上还能够有一战之力吧 有一战之力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通常对公立学校的话就是在前五这个前五这个公立学校里面去找 我们就说他已经算是公立学校里面的学区房 就就一个一个来吧 就看从市中心开始往外扩散了 就看一下在这些学区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首先讲一下就市中心里面能够算得上学区房的目前为止 我觉得有是两家了 就一个是布里斯班公立高中啊 就是算是一个精英学校他有那个他有学区房 但是呢他也有那种考试考试进去的那个班 如果想对如果想住如果想上那个布里斯班斯大海的话呢 你的房子就大概大概率要买在像south bank south brisbane或south bank稍微再远一点来去 可以买在那个wesend 通常来说high gate hill也算是他的一部分 但是那边那个市场比较小众一点 通常我们大家买家不太可能会去那个去买房子 基本上因为整个内城区别墅基本上也都是老房子 然后价格非常贵 通常来说呢我把他的学区房定义为公寓啊 连派别墅都非常少 想住在brisbane state high布里斯班高中的学生呢 他的家庭我通常会比较建议说两房或者三房啊 因为他会认为说一房的话呢他他会觉得说你家长家小还是没有办法住在一房这个公寓里面的他可能你去报学校的时候他会来审查 所以我通常会建议买家买两房或者三房以上 他的价位呢可能会在五两房的话最低从五十多万吧五十多万到三房的话八九十万有那最便宜的话七八十万也可以买啊差不多这样一个运算法围嗯五十万到七八十万啊到九十万一百万都不封顶啊嗯而且以公寓市场为主啊那呃往郊区的一些学校啊对稍微稍微远一点啊 也不算还远啊听他听郊区不要怕啊啊啊就是一个是西区的英九匹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南区的Mansfield啊这两属区上他的排名呢基本上差不多有时候会在呃两啊排名到第二到第四之间他会一直换来换去嗯嗯通常来说像先讲西区的英九匹里吧英九匹里的话他的别墅也是比较贵的一个区嗯他的别墅基本上也要一百万以上啊才能 进到进到这个别墅的一个呃学区房的一个预算啊如果你没有一百万但你没有一百万以上的预算呢但你你还想进英九匹里这个学区呢我会比较建议说可以去看一下那个townhouse连排别墅啊像英九匹里这个区连排别墅的话可能会在八十万上下吧八十万上下这个样子啊可能八十到九十这样一个区间八十几万会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预算嗯嗯通常来说如果你要 你要去买公寓的话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差不多在六七六七十万六七十万左右可以买到呃两房啊就是很大的对两房都已经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比较综合的一个区当然你可以买别墅啊你也可以买如果预算不是特别高的话呢呃连排别墅或者是公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这是英九匹里的一个情况 呃呃南区这边Mansfield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公寓公寓产品非常少因为它是一个老的一个别墅区呃Mansfield的成绩也非常好通常来说会在呃公立高中的公立中学的第二吧时常占据第二这个位置哦对Mansfield这个区的情况呢就是没有 有公寓啊有不少的旧的连排别墅和别墅连排别墅的价格其实很便宜了基本上四十多万都可以在Mansfield的买到连排别墅啊如果预算不是特别高的话呢呃买连排别墅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区啊他因为他高中确实不错 他的别墅的话呢老旧别墅的话通常会占七八十万左右新房的话可能会稍微贵点八九十万啊去买一个新的啊土地稍微小一点的话七八十万也可以买啊差不多就这样一个概念那那刚刚朱老师你有说其实公立学校里面就是可能比较好的就就排名前五那几个可以说选择不是特别多那其实大多数呢你就比如印度披零你要挤破头进一个学区然后又不想说牺牲呃自己想要一种居住方式能够比如说有院子 啊什么之类的就会预算就会比较要求会比较高嘛那我们刚刚就讨论问题说那我干脆我去买一个自己比如说呃上班啊什么都比较方便的一个区自己喜欢的一个区那小孩子上学的话我就送他去就近还不错的一个私立区就好了对就是在可能房价跟那个孩子的教育费用之间去做一个权衡嗯对呃这样这种话题通常来说会 会比较适合就中产中产家庭或者是呃工薪阶层啊嗯对大老板的话无所谓来真的是就完全就没有学区的概念就直接花钱上私校就行了对呃所以说我们从中产的角度去讲中产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呃首先我觉得上私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没有去推销私校了私校也没有给我塞钱嗯呃就是不一定要买学区房然后送自己孩子去上私校呢我通常会认为说这个家庭呃 有一个小孩啊对于中产阶层来说有一个小孩或者说两个小孩嗯我觉得最多最多两个小孩吧三个小孩上顶尖的私立压力真的非常大两个小孩估计就年龄也会有一点差对两个小孩年龄会差如果同时去上的话说实话有一点有一点吃力啊有还是有点吃力因为真的蛮贵嗯对我觉得像海里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一个小孩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去操作嗯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区域买一个别墅去住啊那个别墅呢你不要求说他有特别好的公立学校嗯但是呢附近有一些私校或者你愿意开车送他上下学的话呢你就直接送他上下学去上私校嗯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你买房的时候这个区域啊就不用这么受限对不用这么受限第二呢就是呃学校的选择会更多一点啊你可以选择附近的公立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就各种各样的私立都可以去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了嗯但是如果你家里面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小孩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比较建议说你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公立学校的学区嗯为什么这样去讲你自己去算笔账啊就是中学的呃中学的那个学学制差不多是六年嗯六年有些特特别的那些私立学校他会是五年级就开始上那就比比其他学校要再多再多一年嗯 嗯啊有些是比方说六年级或七年级开始这种都有嗯所以说你算他是六年基本上一个小孩你要去上最顶尖的私立的话光是学费基本上就是两万五到三万啊比较简单的去算一下因为你还有各种各样杂费嘛我们就当他是三万嗯那三万的话三乘以三乘以六万那基本上就是二十万嗯那基本上就是二十万那一个小孩的话呢你多花二十万可能就你买另外一个区 可能从房价上面基本上能够扣出来但是如果你有两个小孩同时要上私立的话可能六年下来就是将近要四十万嗯啊四十万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嗯那很多家庭都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负担这个学费啊那这个时候你去买一个学区房他的性价比就会突突显出来嗯因为一套学区房供一个小孩上供一个小孩上供两三个小孩上都是一样的都不影响对呃所以说 两到三个小孩我会比较建议去买一个好一点的公立学习公立的学校的学区房这样呢既解决了你的居住问题第二呢就是教育质量又能有所保证嗯经济压力又不会特别大嗯好吧现在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会比较适合中产家庭嗯好那我们这期就就这样我觉得我觉得讲的挺好的嗯OK啊我要跑卖瓜自卖自瓜希望观众有能够有一些启发的参考吧 嗯嗯嗯嗯OK那今天就到这边嗯嗯说一下广告吧嗯嗯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请多多的帮我们那个转发转发就是最大的鼓励那最近呃雅各部呢其实他有讲一些呃流学方面的一些啊可以说非常干货嗯对上个上周是讲了一个这边相当于一个高考的他的一个计算方式嗯那之后还有一些人会需要出来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好吧嗯好嗯那我们才能呃能够有有动力 能够出更更好的一个内容给到大家嘿嘿嘿帮şam大家就是避开一些雷区好吧OK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嗯嗯patient Um大家就是避开一些雷区好吧OK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